小型的车是12辆 也就是一共造成了50辆车完全报废 那么在这个视频当中 我们还能看到买在货物的大货车 已经是严重的倾斜了 包括周围的墙体建筑 还有绿化带全部都变黑了 那我们注意到所有的这个 新闻的通稿当中都提到了 河北盛狂化工 那么我们也通过百度百科查询了一下 这个公司成立于1970年 前身我们现在可能 包括我和所有在附近的老百姓 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 目前有没有这个有毒有害的物质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 就是这次爆炸和这个化工厂 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 因为当地这个宣传部门 要说是盛华化工厂的附近 那究竟这些满载货物的大货车 和这个化工厂是什么样的关系 有毒有害的物质 我们也将持续地进行一个关注 那现在呢 截止到目前最新的数字是22人死亡 22名伤者现在已经送到了医院 进行这个救治 那个疑问 就是这次爆炸的事故呢 发生在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